男人搂着女人的细腰 上手指挥他打乒乓球 虽然被吃了豆腐 但女人的媚眼如丝 紧盯着男人 眼神里流露出崇拜 男人也加以回应想要征服 四目对视就要擦出火花来 面对女人的挑衅 男人如同孔雀开平 积极地展示自己的运动细胞 挥起球拍猛击 想要拿下每局一千磅的赌注 赢了之后还不甘心 急不可耐地询问女人身份 女人却不慌不忙地点起验 反问她 没人说过她的语气咄咄逼人吗 男人不甘示弱 反过来夸奖女人 没人说过她的嘴唇很性感吗 女人认定她是个好强的人 因此她在打乒乓时 总使出必杀技 不肯轻易输掉赌局 女人却轻描淡写 没有被激怒的迹象 就在这时 男人的朋友进来 发现二人都在 便向男人大方介绍起女人 原来她是朋友的女友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 男人作为单身狗 心中很不适滋味 女人虽然拥有亮眼的美貌 但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她 一直无法在圈内出人头地 连回个老家也没有脸面 而且因为遭到朋友父母的歧视 女人迟迟未能嫁入豪门 男人认清女人和自己是同一类人 都在底层摸爬滚打 都渴望得到上流人士的认可 与此同时 男人与朋友的妹妹进展迅速 他们的结缘也要拜朋友所赐 男人作为一个网球教练 领着微薄的工资 居住在伦敦昂贵的出租屋里 因为在上流出没的网球场 长期陪网球菜鸟打网球 所以结识了高富帅朋友 朋友邀请她一起去听歌曲 在剧院男人见到了朋友妹妹 看着高大帅气的男人 朋友妹妹对男人一见钟情 男人看中了他们家的优良条件 赶忙抓住机会 对朋友一家投其所好 男人凭借着高情商 和积累的上流社会社交技能 哄得朋友父母一个劲儿的乐 男人因此接到了朋友的邀请 来豪宅共度愉快周末 他先是陪朋友打网球 朋友妹妹见状就要加入 虽然妹妹的球技差到不堪入目 但是相装舞剑意在配工 男人和妹妹聊天 表示打网球只是副业 以后自己要朝更大的事业迈进 妹妹本就是个恋爱脑 见到如此帅气又上进的男人 感觉一下子就坠入了爱河 没多久二人就一起约会 City Walk 就像已经在一起很久的小情侣一样 寻欢作乐 相见恨晚 没过多久妹妹就有意安排男人 希望让父亲帮他找一份在公司的事作 这样不仅见面也方便 二人在门面上也更加般配 既然宝贝女儿都开口恳求了 父亲当然不会拒绝 立马安排 男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进入公司 眼看老板的准女婿都来了 同事们对这位小白也丝毫不怠慢 男人也很争气赢得了认可与尊重 不起眼的网球教练转行 走上了康庄大道 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拮据 过着谨小甚微的生活 他开始购买奢侈品 吃喝不愁 这都托了女友的福 不过男人一直对漂亮女人念念不忘 吃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 他出门购物时偶遇了女人 女人正巧要去试镜 从前屡试屡败的他 对这次的试镜机会既珍惜又担心 他希望男人能陪他缓解焦虑 于是男人提出去小酌两杯 或许可以清醒一下贫富心情 女人欣然答应 两杯小酒下赌 女人就开始敞开心扉 说起自己曾离过婚 男友父母认为他如何配不上自家儿子 他当然不甘心 自认为年轻貌美就是资本 追他的人都要排到巴黎 末了还不忘提醒男人一句 别爱我 没结果 好好经营和他女友的感情 进入豪门不是梦 原来女人早有磁场感应 清楚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 男人倒是不上钩 在话语中表现得不太感兴趣 看着女人如此自信的样子 被可爱到咧嘴一笑 问他在试镜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自信 女人也笑笑说他只是喝多了 随着两对情侣的感情升温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度假 男人也来到朋友的郊区豪宅做客 准岳父欣然带着他 来参观自己收藏的枪支弹药 满满当当都是宝贝 还提出要让男人去大学进修 好让他进入公司的更高层 可见准岳父的栽培用心 另一边的女人就不好受了 他并没有得到准岳母的认可 当女人和男友在下棋时 男友老妈开始对女人阴阳怪奇 对女人的事业指指点点 既然再怎么演戏也红不了 不如卸掉演员的光鲜亮丽 安分点也让家里的公司安排事业 女人听着自己追求的梦想 被男友老妈贬低的一文不值 感到伤心又愤怒 再也不顾及颜面 反击了男友妈妈后 直接夺门而出 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 女人的心也在下雨 她只身在雨中落寞的背影 被男人看到 她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悸动 跑到雨中跟随女人 心碎的女人被主动的男人俘获 二人在麦田中狂野翻滚 大雨倾盆落下 没有阻碍他们的激情 反倒成为催化剂 被淋湿的衣服也变得更加贴身 交织紧贴在二人的身体上 这次激情过后 女人却对男人的态度180度大转弯 不仅冷若冰霜 还让她离自己远点 各自安好 男人穷追不舍 认为她欲赢还剧 甚至刺痛女人演技差 连真情都不擅长演示 但女人很清醒 明明都是要嫁入豪门的人 男人就不懂点分寸 非得沾花惹草搞地下情 破坏各自的康庄大盗 看着女人就这样溜走 仍然和往日一样 河南有你浓我浓 男人心里的醋瓶子打翻了一地 却无可奈何 只好认清现实 迅速和女友结婚 巩固自己的经济与地位 岳父的超能力的确强大 小两口新入住的婚房 毗邻太无适合 男人真是把甜头都尝尽了 只等待孩子的到来 然而岁月静好的表象 没维持多久 男人从朋友那得知 他和女人分手了 年轻人变心快 更何况像朋友这样的高富帅 也不缺漂亮女人 听到这个消息 男人的心就像着火了一般 他疯了一样地寻找女人的下落 现在他终于恢复单身 自己也已稳固了经济与地位 他可以找空当悄悄去找他玩 踏遍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就在男人和妻子相约 去美术馆看展时 女人出现了 这场偶遇让男人心惊摇曳 问了女人的近况后 忙要联系方式 看着男人的妻子刚走不久 女人略有迟疑 男人却急不可耐 女人只好说出自己的电话 很快两人又搅和到一块去了 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稳定下来 又要顾及家里妻子的需求 堪称时间管理大师 不过女人也不是好骗的 她希望男人给自己一个名分 一直被已婚男人吊着 演艺之路又前途茫茫 女人需要安全感的支撑 而不是当任人玩弄的游物 男人却开始感到厌烦 好几次都被女人搞砸了聚会 直到女人直接把电话打到男人家里 男人斥责她不时分寸 女人却直言自己怀孕了 没想到男人的妻子都还没怀上 外面的野花就天降福音 男人被弄得心烦意乱 让她打掉孩子 好一个渣男的操作 但女人不肯再糟蹋自己的身体 男人不知如何是好 去找以前的同学倾诉感情困扰 男人在白玫瑰和红玫瑰之间 无法抉择 人不能贪心 但安稳的甜蜜与野性的激情 她都想要 刚好这时男人有了三个星期的缓冲期 原本和妻子外出度假的计划取消了 她决定就此和女人一刀两断 于是谎称自己还是外出度假了 却被女人暗中发现她在购物 当女人打来电话问她在哪 男人撒谎不打草稿 女人感到了背叛 第二天就跑来男人公司楼下闹 男人眼看控制不住态势 把抓狂的女人连忙塞进出租车 事后男人灵机一动 想到一个阴暗的方法 她拿走岳父收藏的枪支 装入网球包中 和女人确认好下班的时间 用音乐剧的戏票支开妻子 就暗响了女人所租房子的门里 包租的老太太见过女人带她回家 便没有防备地开了门 谁知却被男人一枪毙灭 被她顺走了一枚戒指 以伪造匪徒的盗窃作案现场 女人下班的时间就要到了 来的却是一个黑人 她来找包租老太太 黑人没听到动静便走了 男人端好枪支 深吸一口气 等待女人的到来 女人回来后和黑人寒暄两句 就坐上电梯上楼 不幸的是 当女人听到男人叫她名字时 一切已经为时太晚 刚回过头的女人 被男人用枪结束了性命 男人忙不迭地背上装有枪支的网球包 打车赶去和妻子看音乐剧 听着妻子在电话里催促她 男人强装镇定说很快赶到 但她的面部表情已经失控 很快女人的案件就引来了调查 男人以为伪造做得很到位 没有露出马脚 却收到了接受调查的电话 男人只好准备去喝茶 她将之前从包租老太太身上顺走的戒指 用力丢出去 然而戒指没有越过栏杆掉入海中 反而被栏杆弹了回来 这就像网球比赛中 网球将要越过网却被弹回来一样 这样关键的时刻 决定网球与戒指归出的要素 就是运气好坏 这也是男人命运中的散诺点 随后男人被质询是否和女人有关系 虽然她失口否认 但还是被调查员拿出来的日记吓到 原来女人有记日记的习惯 男人张口就鞭 说自己已婚但经受不住诱惑 女人有遭遇症要以孩子逼宫 调查员让她放松 自己只是例行公事 然后就放男人走了 晚上男人在幻觉中看到了女人 像是她的魂魄前来诉苦 这是她的惭愧在作祟 并直言她不得不这样做 不然辛苦打造的美好生活 就要付诸东流 结果画面一转 调查员从梦中醒来 这是她梦到了凶手的画面 她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第二天就去报告自己的想法 结果却被告知案件已经破了 凶手锁定一名吸毒者 她虽然没有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 但在吸毒者的口袋中 却发现了那枚包租老太太的戒指 上面刻着名字和日期 那正是男人为了销毁证据 丢出去的戒指 这样的巧合让男人洗清了罪名 他的妻子也怀上了孩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 不得不说 男人真是个幸运的人 他也许没有多么优秀 但他懂得争取与舍弃 将普通的底牌打出了花样 这就是顺势而为的人 才能在运气的加持下逆风翻盘 哦